日经亚洲报道 苹果自行设计的下一代Mac电脑处理器本月开始量产 考量前一代Mac处理器取名为M1 新晶片可能命名为M2 采用台积电M5P制程 最快可能在7月开始 用于预定今年下半年上市的MacBook 法人指出苹果M系列处理器都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具备让Mac效能提升更具性价比优势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太空公司SpaceX 近来好消息不断 继上周获得NASA28.9亿美元 约薪台币814元合约后 特斯拉Skylink卫星部署计划 也在26日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 日本经济大臣伟山洪志 今天与澳洲印度的经济部长召开线上会议 三国经济部长决定发起供应链弹性创意 同时就强化汽车、医疗器械等 供应链合作机制达成协议 继去年关掉台湾的三个FOX体育台后 迪士尼传出将于今年10月1日 关闭东南亚及香港一共18个频道 其中在台湾的部分至少有7个频道 目前仍在MOD及各大系统台播出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